要是周日都是不营业的 现在没有一个人 路上没有人 大家好我是居景 今天是周日 然后就打算去乘跑一下 然后顺便跑累的时候就走一下 拍一下一路的风景给大家看一下 我所在的小城市 是这个样子的 一路走过来几乎没有什么人 只是几个骑行的 遇到几个 然后就是还有去扫墓的 墓地看望一顾亲人的这样的几个人 反正很少大家都还在睡觉 因为在波兰周日的话 是不营业的 很多场所是关门的 对非必要的场所都是关门的 商店啊这些超市都是关门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它是一个玻璃厂 可能是制作玻璃的 制作门框啊 门窗啊这些 就是玻璃门窗的 今天我跑步的终点 就是在教堂 在我们这个小村庄 它的教堂 就是在墓地的旁边 城市墓地的旁边 我身份呢就是教堂 我不能把口罩摘了 然后呢 我今天跑步的终点就到这里了 就是不怎么跑 所以嗓子很痛 然后就是我不想 太过了 然后就是慢慢来 学习卷进的 对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跑步不怎么跑的人 经常容易嗓子痛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就是一跑之后 就很痛的那种 嗓子很甘痛那种 可能空气进去太快了 在波兰生态很好的 随处可见这些小鸟 这个呢是波兰现在新建的一些居民楼 我觉得大家有空有时间能多锻炼身体 是最好的 就去活动活动让雪月循环 给一整天还有一个星期的忙碌 来放松放松我们的身体 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 对我们的心情 对我们的机体 都是很棒的一种放松的途径 都没有起床 最热闹的就是鸟 对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牧场 其实是很大的 在这边 就是 是 是 我们的牧场 在牧场上 在牧场上 是 在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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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牧场上 这边呢大部分是老居民了 所以它的那个花园里的树都已经长了很高了 在波兰人们还是很喜欢把自己的花园打理得很漂亮 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但是你每次去那些卖花园东西的一些商店 他们的那个生意还是很好的 以前他们的建设房子的速度是很慢的 就很多年会保持一样 但是这几年突然一下子 哇各个地方在建新楼盘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点赞评论关注 我是屈静主要是分享波兰当地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 下次见咯